至今失踪乘客的亲人得到的唯一确切答案 仍然只是马航官方将近一年前发表了一份声明 有关方面在南印度洋上经过几个月的搜索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连一件救生衣都没有找到 海上搜索定于5月份结束 有人在问如果找不到飞机下一步怎么办 马来西亚已经宣布飞机失踪是一起事故 可是这个声明引起了马来西亚和北京家属的不满 预计这个星期晚些时候 马航将发布一份最终报告 MH370航班上的大多数乘客是中国人 他们的家属为了得到答案上街抗议 受到中国政府的监视 最近一些家属前往马来西亚寻求真相 江辉说他们的要求之一是要看到他们的家人登机的影像 比如我们家属苦苦要了一年的登机录像 据我了解马来西亚家属已经有人看到了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家属 我们看不到我们亲人 虽然史蒂文王的母亲是马航370的乘客 不过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前往马来西亚 他相信几年或者几十年后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当被问到过去一年的生活状况时 他说有三点 首先是噩梦 第二是悲伤和心痛 第三是要坚强 美国之音爱德北京报道 由海伦播报